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还在平地的暗保里袭击他们 陆战一师被敌人炮火全面压制 无奈之下只能呼叫炮火支援 尤金所在的迫击炮小组在弹坑中对日军实施反击 每一发炮弹都击中了日军攻势 很快这处攻势的日军被全部消灭 但陆战一师也损失惨重 第一个星期陆战一师就损失了4000人 莱吉在战斗中受伤倒地 他被抬到单架上 一辆装甲车经过这里 连长拦住去路 非要他们带着莱吉离开这里 就这样 莱吉在太平洋上的战斗暂时告一段落 夜晚特别的寂静 偶尔还能听到远处的炮声和枪声 虽然暂时占领了机场 但岛上的日军还有很多 天亮后 他们终于等到了补给 九足饭饱后 士兵们继续前进 他们的目标是清除机场旁边的高地 为了攻占该岛 美军决定将81师主力 以及炮兵部队也投入这里 K连首先来到日军驻守的高地 但这里的地形 让他们目瞪口呆 每一处都是掩体 要想清除日军 就必须逐步搜索前进 由于日军的防御非常紧密 攻击位置也非常有限 连长立即报告营部 但通讯不长 他只好亲自返回营部汇报 夜晚 K连维在一起等待连长 寂静的夜晚 不容他们大声说话 一个士兵精神出了问题 他一直唠叨和不停 为了让他闭嘴 战友一起将他摁住 结果根本不起作用 最后只能将他打晕 结果这名士兵却没有了呼吸 大家都知道他死得不冤 如果让日军发现他们的藏身地 后果不堪设想 连长终于得到了新的命令 他们要沿着东部攻击日军 这场战斗 一直从9月11日打到10月份 还没有结束 美军战机对山顶上的敌人 无差别轰炸 K连的士兵们继续沿着岛屿北部挺进 一团是先头部队 现在打的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 这次K连和其他部队 就是替换他们与日军作战 在这场战斗中 由今才真正领略到日军的残忍 夜晚士兵们在散兵坑中休息 一个人影出现在阵地上 大家以为是日本兵 一枪将他放倒 第二天天亮 他们才发现是自己人 就因为他没有说暗号 结果被自己人当作日军击毙 K连沿大陆向前搜索前进 突然日军向他们开枪 连长立即让大家散开 并让排击炮小组 在一个日军暗宝后面架炮射击 由今听到碉堡里面似乎有动静 于是他告诉队友 但队友告诉他 这里已经被人清理过 不可能还有日军在里面 但尤今坚持里面还有日军 结果日军真的向他们开枪 坚固碉堡 一时间对他们无可奈何 士兵在碉堡上面发现一个出气口 一枚手雷将被炸回来 比尔被炸下了双眼 疯狂的日军拒绝投降 结果全被烧成了灰烬 战斗结束后 由今陷入了深思 为什么日军不投降 对我告诉他 不投降就一个个把他们干掉 山脊上早就被美军轰炸的寸草不生 可以连最艰难的杖就摆在面前 单驾兵救治伤员的时候 被日军炮弹炸弹大腿 战斗的惨烈程度 就连老兵也愣在了那里 战斗暂时得到了喘息 夜晚士兵们根本不敢睡觉 时不时就由日军偷袭 一个士兵正要大变 结果从洞内冲出两名日军 大兵撒腿就跑 日军被击毙后 他还埋怨队友开枪太慢 山里的日军尸体到处都是 每一处都有他们的防御攻势 日军的反抗 使陆战一失损失惨重 而K连连长也在最后的战斗中牺牲 他一直收到大家的尊敬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用自己的身躯 去试探敌人的火力 而不让下属去冒这个风险 尤金是一位有着信仰的士兵 他目睹了敌国双方 令人无法想象的野蛮刑警 他的道德底线 也遭到了最残酷的挑战 佩里流岛战役 一直打到11月27日 才宣告结束 美军在岛上消耗的弹药 实际远超过硫磺岛 而人员伤亡也非常严重 伤亡比例达这个师 总兵力的60% 陆战一失 就伤亡了一万多人 其中阵亡1950人 上8500人 而日军只有不到200人生还 佩里流岛战役 因消耗时间之长 伤亡大 物资消耗严重 都是前所未有的水平 实际是太平洋战场上 最惨烈的战役 好了 太平洋战争的第三步 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